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提起那些年台湾知名女子组合黑色惠美媒 相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黑色惠美媒成员之一的詹子晴 在去年与富二代老公结婚 但其实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创业 俨然成为了娱乐圈的富业女王 生意越做越大的詹子晴数大招风 她被合伙人爆料欠债2000万 不过詹子晴在社交平台就此时回应 表示这件事情是合伙人的债务与自己无关 据台湾传媒报道 詹子晴的合伙人之一黄佩琪 经常在外面打着詹子晴与她合作的名义 事实上黄佩琪才是一身债务超过2000万的人 一名丫头的詹子晴曾是女子组合的成员之一 组合解散后转型成综艺咖 拥有着独特娃娃英的她 便细度极高 加上性格活泼开朗 多年来邀约不断 2005年17岁的丫头詹子晴 入选黑色惠美媒 她因长相甜美似小公主 说话可爱无厘头 受到观众喜欢 17岁的詹子晴带着10岁左右的弟弟 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套房里 用她本人的话说 睡觉前要先检查被窝里有没有蟑螂 有时睡着了 脸上还会被蟑螂爬过 因为丫头父母离异 母亲一个人带着她和弟弟生活 常年在外打工的妈妈 无法照顾两姐弟 日常起居 詹子晴只能做到 每个月定时给家里汇款5000新台币 17岁的詹子晴 要负责用这些钱交房租水电等固定开支 即安排两人的生活 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常年以白面包冲击 丫头更是从14岁开始就到处找攻打 年龄不够的她只能去路边摊问 有没有人要帮忙 一心要为妈妈分担加累的丫头 从小小年纪就非常懂得生活不易 詹子晴在节目里很努力 才华虽然有限 却愿意尝试又听话 丫头自曝在演艺圈 曾遇到四个月无收入的情况 但她仍然要坚持存钱 哪怕借钱也要按时为自己存一笔定期 丫头出身不富裕 所以才有了强烈的赚钱信念 但作为女生学会存钱理财 在经济上独立自主 对自己未尝不是好事 节目现场 单身家庭的丫头还表示 之前为了节省租金 自己住的房子不到人高 屋里更是随处可见蟑螂 詹子晴不另分享生活窍门省钱妙招 也不休于承认家境困难 同时形势很有原则 得到众多圈中前辈帮持 靠着严格的收支安排精明的理财计划 23岁时丫头詹子晴存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 丫头詹子晴用100万投资副业开了奶茶店 和一般艺人开店不一样的是 她势必公轻 奶茶店经营的整个流程 她都了然于心 并且学着自己看账对账 跟合作伙伴齐心协力 短短4个月就收回成本 然后她又不断发展 如今在台湾本土 她的奶茶店已经有16间 并且成功登陆内地和日本 刚刚存到第一笔首付款 她就买了房子给妈妈和弟弟住 自己还是租房 除了奶茶店之外 丫头詹子晴还有不少其他的副业 说到这儿 我们就不得不再夸赞一下她 是真的有做生意的天赋 据传尽管现在有房有车 事业稳定 但丫头依然把每个月的个人开销 定为8000台币 对比她的收入来说 真的很节省了 除此之外 詹子晴还会预先规划 花费支出 有剩下的才能用在吃喝玩乐 现在刚32岁的她 已经拥有两间豪华公寓 几十家连锁店 多个经营得当的副业 而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耽误 近日 根据媒体报道 女星詹子晴以嘉宾的身份上了某综艺节目 大谈婚后生活 这次露面 詹子晴穿了一条格纹连衣裙出镜 一头慵懒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 打扮年轻有活力 已经33岁的她 皮肤白皙紧致 身材凹凸有致 状态大好 詹子晴性格一直很直爽 节目中她自曝婚后坚持与老公过着AA制的生活 她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生活 是因为她不想花了老公的钱 便让对方有机会对自己乱发脾气 她还强调 夫妻俩的日常生活开销 全部都是一人一半 一旁的主持人沈玉玲笑言 其他女星都是花老公的钱 人家老公也不会乱发脾气啊 詹子晴没有理会沈玉玲 她继续说道 尽管夫妻俩过着AA制生活 但老公很爱管她如何花钱 每当她想买些小东西 都要被唠叨 有一次她想买一支 价值人民币90元的手机壳 老公也要阻止 老公吐槽道 你已经有手机壳了 手机壳又没有坏掉 为什么要买呢 詹子晴无奈地表示 我用的明明是自己的钱 她为什么要干涉 她接着爆料 每次她反击老公 老公总会说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对妻子很慷慨的沈玉玲 忍不住说道 每次听到这种AA制故事 她都无法理解 夫妻之间不应该这么计较 男人的职责就是赚多点钱 然后给妻子花 听了詹子晴的故事后 很多人一定会以为 她的老公收入不高 事实却刚好相反 她的老公是一名富二代 身价不菲 詹子晴的老公是王维利 王维利家境优渥 是台湾警政署长 王卓军的长子 王维利本人身高学历 样样出众 有网友口出恶言 说她贪财嫁豪门 面对恶评 丫头在镜头前也曾回应 不了解为何大家总认为 女明星交男朋友 一定是因为有钱 她还霸气反击称 贪财才怪嘞 我赚得比她多好不好 2020年詹子晴 在自己生日的时候 就曾发文称 今年应该是自己 最后一个单身的生日了 透露即将有好事要宣布 当时就得到了不少朋友的祝福 在和王维利恋爱的时候 对方家里有钱有势 而丫头又如此付出 酸她目的不纯 想嫁豪门的声音特别多 所以在感通告的同时 她早早就经营起了自己的父业 詹子晴和王维利在一起的第九年 王维利向她求婚了 两人于2020年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詹子晴透露 老公王维利其实曾是不婚主义者 自己却对婚姻有着向往 两人因此引发矛盾而分手 后来男方在丫头创业期间 感受到她的重要性 重新追回自己 没人规定女生结婚后 必须要在家庭和事业里选一样 但她在恋情初始就做了这个决定 只能说明她是真的很爱这个男生 嫁入豪门一年来 詹子晴没有放弃演艺圈的工作 依旧频繁参加综艺节目 并不是吐槽老公 从詹子晴略带兴奋的语气中 明显能听出 她虽然对老公有诸多不满 但并不是讨厌对方 这只是夫妻间的小打小闹 AA制生活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只要夫妻俩都能接受就可以了 目前来看 詹子晴跟自己的丈夫感情很好 丫头詹子晴还在某节目上自曝 结婚五个月仍未与老公同居 从现在依旧享受着热恋的感觉 丫头解释 自己和老公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 要住在一起 不用着急现在就同居 然而詹子晴的观点 却引发网友的质疑 认为她不和老公同居 是因为害怕被现实生活幻灭 直言她不是享受恋爱 而是逃避现实 其实早在2020年8月12号 詹子晴就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要展开自己的同居生活 讲到第一次同居的对象是老公 詹子晴的心绪也是十分复杂 于是大方求网友之招 如今时隔两个多月 两人仍未正式同居 或许也是准备不足 事实上 詹子晴这些年的副业收入确实可观 她经营副业有成 算下来有10个副业之多 餐饮、酒吧、spa、保养、桌油店 首要饮品店 据不完全统计 詹子晴总计有334家店铺 初略估计 10个副业每月营收至少上千万 她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在赚钱省钱方面 詹子晴确实很有头脑 她曾经被请上节目 分享自己赚第一桶金的经历 而詹子晴更是在最近接受访问时透露 自己还会在今年再投资两个副业 手里已经投资了10个副业 詹子晴还表示 虽然这些收入都不会直接到她手里 但自己把控财务审核也是非常认真的 她对待自己投资的每一笔生意 都是很小心谨慎 而除了经营副业 她还坚持跑通告 主持节目 在娱乐圈维持自己的名气 可以说是真的很努力 而詹子晴的富二代老公 除了是富二代 还是一个官二代 因为身材胖胖的 她被大家戏称为胖板金城武 詹子晴在与富二代老公结婚后 两人都忙 没有时间照顾人 但她表示 两人现在也不着急生孩子 特别是老公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认为目前的情况不适合有小孩 而詹子晴拥有334间铺子的事 也曾经被网红在社交平台质疑表示 怎么算都算不过来 该网红称 什么店租装潢人士水电成本加起来 手上的流动资金要上亿才能做 质疑丫头一个通告艺人 哪里有的这么多钱 对此 詹子晴也没有表示回应 但她依然在努力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今詹子晴也已经33岁了 祝福詹子晴婚姻幸福 同样也希望丫头能够继续当她的副业女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